大家好,我是张三 我现在在吉林大学朝阳校区 这里是原长春科技大学的校址 长春科技大学之前是长春地质学院 之前还有过其他名字 里面有著名的地质工 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校园 进校园了 我现在来到校园的南端 这种的就是地质工 在校内看不是很直观 我现在来到地质工南面的操场上看一下 很漂亮啊 绿瓦大冷 中式古典风格的 里面有个博物馆 地质博物馆 地质工可是大有来头 我细说一下 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所在的地方 曾是围满皇宫的规划用地 据说当时的规划还参考了北京的紫禁城 也就是故宫 怎么规划的 先看方位啊 这是地质工 地质工的南面现在是一块广场 叫文化广场 就有旗杆和雕塑的地方 在广场的南面有一条南北向的大道 叫新明大街 当时的规划就以新明大街为中轴县 在现在地质工所在的地方建主殿 注意啊是主殿地位有多高 然后还要在主殿的南面建一个很大的广场 北面建后花园 已经规划好并开始建了 当然后面没有建城啊 建了一部分 就主殿建了地下室 还有用惠民土浇灌了门前的几根柱子 后面发生了抗日战争 日本人被打败回去了 到后面新中国成立 又到1952年才在主殿的原址上建起了现在这幢楼 当时这个地方是东北地质学院 这幢楼就成了东北地质学院的教学楼 自那以后 人民就把这幢楼叫做地质工 曾经要建宫殿的地方 如今成了科研重镇 在地质工的两侧还够有一个历史建筑 东侧的是油业岩综合楼 西侧的是水工楼 走进看一下水工楼 入口在那儿 这个楼虽然是历史建筑 但是屋顶也不是盖琉璃瓦的 而是采钢瓦 它门前有块石头 建设工程学院 水工楼的后面还有个楼 挨着它的钻彩实验楼 水工楼的门前现在是一块荒地 哇 杂草重生 不过这里要建楼了 好大一片啊 那儿有个石头 电击的石头 上面写着黄大年科研楼 钻彩实验楼的主里面在东面 主入口 这个楼的基础很高啊 台阶上的一楼不是二楼 南面的水工楼 水工楼的侧面 有页岩中和楼的栏里面是主里面 有台阶上的二楼 地质工的北面 也就是它的背后是一块广场 那是一个连郎 中间有个雕塑 往前还有一个连郎 连郎的两边介绍院士 院士风采 第一位院士是李四光 东北地质学院的第一任校长 广场的戏面有个水池 有角山 池子里在喷水 广场上还放了一些石头 因为这是地质学部 这块磁体石鹰眼 山西繁殖产的 地球化学系大楼 旁边这块叫做牡丹玉 很稀有的颜色 这块好大 应该有两米多高 看一下这个雕塑 我现在站在广场上 介绍一下周边的情况 看东面 先看远处的 那个是图书馆的楼 旁边两个近一点的 这个地球化学系的楼 后面那个是食堂 来看图书馆 离东门很近 就在从东门一进来 那条马路的南车 这是入口 北面的那个楼是食堂 再看它南面的楼 油页岩综合楼 走近看一下地球化学系的楼 简称化学楼 墙上有字啊 炎化楼 怎么叫的可以 这是主入口 盖绿瓦的地方 地质宫 过了北面的那块广场 这是一公寓 往北走 有一片林子 前面有个楼 去探究探究看是什么楼 就这个 外小踢瓷砖的 看得正美了 看得正美了 古生物学院地层学研究中心 一公寓背后这片林子的东侧是浴池 还有超市 在一个楼里 在浴池门口看一下 古生物学院地层学研究中心这座楼 公共浴池的东北角是黄大年楼 黄大年楼是一座实验楼 这是溪里面 溪里面是主立面 那是入口 风好大 没办法 继续介绍 现在来看一下体育场 这是竹体育场 苏家足球场很旧了 都发黑了 这边不是都有座位的 这些就没有座位 到西边开始有了 北面是主席台 好小啊 很低调 东面是露天篮球场和露天排球场 门都是关着的 我隔着网看一下 先看篮球场 排球场 菜鸟一站在二公寓里面 二公寓的旁边还有一家小吃店 混吞包子 二公寓的北面还有一片露天篮球场 一共有三个全场 可以进的 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他们两人单挑 后面是体育馆 就这样看一下体育馆 没办法 大树太多了 比较简单 屋顶是该踩钢瓦的 有同学在里面打球 听到篮球的声音了 西洋西下 现在是傍晚啊 体育馆的北面有个地下实验室 极地冰原新科学实验室 挂有极地冰原新科学实验室 牌子的通道在下面 东面是入口 也就是说下面是个地下通道 来看上面 停车场 停了两辆车 后面有一幢楼啊 还挺大的 我前面是入口 这幢楼没有牌子啊 或许就是牌子 放在地下通的那个实验室 车是从那开上来的 有个席坡 刚才说的席坡 这个楼搞清楚了 不是实验楼 有牌子的 牌子在侧面 牛学生公寓 我现在在一个小广场上 有花坛 有棵大柳树 这是学生宿舍区 这个校园一共有七座学生公寓 一公寓 二公寓 没有三公寓啊 但是有一座牛学生公寓 就当它是三公寓 后面的编号是连续的 四五六七 这是五公寓 移动看一下 最北面的那座是四公寓 这些公寓主要集中在校园的西北角 除了牛学生公寓 其他公寓的外墙都是这种风格 刷层粉色的 钱粉 图书馆 前面是东门 红楼是家属楼 过来看食堂 食堂大楼一共有三层 前面是入口 学生餐厅的入口 教工餐厅也在里面 那儿 学生餐厅那几个字的下面还有字 地质资源立体探测模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我现在去食堂吃晚饭 到二楼看看 这个食堂环境不错 这只是其中一边 还有另一边 那边人还没这边多 现在六点过了 我打好饭了 自助称重的 我这个将近十六块钱 菜挺多的 还蛮便宜的 有个老师请我吃 非常感谢 这是中间选菜的区域 菜品很多 几十种 汤是免费的 吃你们国家 最后找人 因为 吃 我 吃 次 打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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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